台湾的金融产业 现在处在一个兵回马撞的状态 在整个金融的环境我们有非常大的进展 今年台湾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 在这么高的基期当中我们还是一直在往前走 所以我相信这些年对台湾经济唱衰的人 基本上现在真的就要打脸 我想我们用最好的成绩来展现台湾的经济实力 虽然未来变数非常多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走的浪头上 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典华来颁这个金融奖的时候 大家可以见证到台湾的金融业的实力又更上一层楼 这么多年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台湾的金融业 它面对洪水与党百折千转 但是现在勇往直前 我们还是创造一个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美好的环境 那所以过去我们是把所谓的数位银行跟银行的数位账户是分开来平分的 那其实现在已经很难这样分了 因为现在几乎每个银行都应该叫做数位银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它整个整合在一起 就一起用同样的指标来看说哪些是最好的数位银行 那整个来讲我们看我们整个数位的这个眼镜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做得很好 就是大家在数位化的这个进步都是非常非常显著 那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很乐意看到说台湾在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我们进步的很快 在疫情期间大家克服风险 解决各项的困难 持续不断的提供优质的服务 让民众的生活不至于受到影响 企业的营运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中断 整个金融服务啊 是持续持续的在提供 那这个是对国家社会的稳定 其实是有莫大的帮助 那我也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 跟所有的金融单位表示感激 危机就是转机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 过去五年金融业不错 但是我们未来面对的挑战 应该会不少 台湾的金融业能够因此 建立一个永续的金融发展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办法大家站在一起 公私协力 朝这几个国际目前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一起解决 一起面对 把解决问题的这个 力量化身为动能 我相信我们金融业好 还会更好 金融业好 其他的产业 就会更好 今天我觉得非常荣幸 很有机会啊 接受台湾跟支撑 联合快捷事务所 哪个单位所赠给我的 这么大的一个光荣 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 能够接受这样独特的奖项 谢谢 面对科技业者 或是所谓行动支付业者 跟金融体系的一些竞争 我个人认为 最好的竞争方式就是合作 科技跟金融之间 不见得是 是一个红海 可能彼此之间 透过合作的方式 创造更好的一个商业的模式 所以我觉得今天有 行动支付业者 也有一些可能的 科技业者或金融业者 最好的竞争的方式 应该就是合作 金融科技 不是去成就很多有钱的人 而是金融科技 去成就更多的民众 能够用affordable的cost 足够的access 去享受到金融服务 就是普惠金融 所以我再一次在这边 特别恭喜今天的得奖者 也勉励今天得奖的金融机构 我们创造金融科技 科技的创新 获利是很重要 更重要就是要 怎么样庶民 享受到金融科技的福利 有更多的不惠的金融 打破更多的不平等 打破更多的数位落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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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